各位,這幅圖是來自UltraZera半島新聞 由今年的10月7日到29日,標準時間11點鐘 最新的數字 左邊是以色列,右邊是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分為兩部分 中間部分是加薩地帶,最右邊是被佔領的西岸 以色列被殺的最少是1405人 加薩地帶是805人 而西岸也有112人 在以色列那邊包括了311個以色列軍人 58個是警察和4個記者 這裏又沒有包平民 死者加不加萬賣 亦都不夠400人 所以另外那1千人是甚麼身份呢? 到目前來以色列都未曾公開 但在比以色列控制之下的加薩地帶 這裏有805人之中 有3324個是兒童 2062個是婦女 另外有29個是記者 而這8千多人的名單 亦都公佈了7788 而在西岸那邊 這112個死者之中 其中包括36個兒童和1個是婦女 而受傷那邊 在以色列那邊有5,431人 而在加薩地帶已經有2242人 裏面包括6,360個兒童和4,891個是婦女 而在西岸那邊最少有1,900人 現在被捕人士 在以色列被哈馬斯捕捉的人有230人 其中另外大約有100人 而加薩地帶有超過1,650人 是不知所蹤的 其中包括940人是兒童的 換句話說 這些人可能被以色列殺了之後 屍體不見了 可能 不知 另外 在加薩地帶的監獄中 以色列的監獄中 大約有4,000囚犯 在西岸那邊 以色列的監獄中 已經有2個監犯死於以色列的管理之下 而被捕人士超過1,590人 我們看到這是非常不對等的 一邊有1,000多人 另一邊有8,000多人 差不多5倍有多的被殺人士 而被傷害人士也接近4倍 失蹤人士 我講的差不多6倍 所以兩邊是非常不對等的 而這個消息是來自半島電台 到底半島電台現在和以色列那邊 亦都不太對 因為半島電台被以色列禁播的